宗徒大事录 第二十二章 诸位人人弟兄 诸位父老 请听我现在对你们的分辨 他们听见保禄用西伯来话向他们致辞 就更为安静了 保禄说 我原是犹太人 生于基里基亚的塔尔索 却在这城里长大 在加玛利尔族前 对祖传的法律曾受过精确的教育 对天主我也是热忱的 就如你们大家今天一样 我曾迫害过这道 直到死地 不论男女 逮捕捆绑送入狱中 就是大司祭和整个长老团都可给我作证 我从他们那里领了给弟兄们的文书 往大马仕阁去 有意把那里的这样的人加以逮捕 带到耶路撒冷来处罚 当我前行临近大马仕阁时 又在中午 忽然天上有一道大光环射到我身上 我便跌在地上 听见有声音向我说 扫鹿 扫鹿 你为什么迫害我 我回答说 主 你是谁 他向我说 我就是你所迫害的那个纳扎类人耶稣 同我在一起的人 只看见那光 却听不见那对我说话的声音 我说 主 我当做什么 主向我说 你起来 往大马仕阁去 在那里有人要告诉你 给你派定当做的一切事 由于纳光的炫耀 我看不见了 就由我的同伴用手领着进了大马仕阁 有个人名叫阿纳尼亚 是虔诚守法的人 所有住在那里的犹太人都称谕他 他来见我 站在旁边向我说 扫鹿兄弟 你看见吧 我当时向他一望 就看见了他 他说 我们祖先的天主遇见了你 叫你认识他的意愿 看见那位议者 并由他口中听到声音 因为你要向众人 对你所见所闻的事 为他做证人 现在你还持言什么 起来灵喜 呼求他的名 洗除你的罪恶吧 我回到耶路撒冷 在殿里祈祷时 就神魂抄拔 看见主向我说 赶紧快快离开耶路撒冷 因为这里的人将不接受你为我做的证 我就说 主 这是因为他们知道 我经常把信里的人下在街里 并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 当你的证人思德旺的血清流时 我本人还站在旁边予以赞同 并且看守杀他的人们的衣服 他向我说 你去 因为我要打发你到远方外邦人那里去 他们听他说到这句话 便扬声说 从地上除掉这样的人 他不该活着 他们遂喧哗喊 扔下衣服 并向空中扬土 前夫长指得下令将宝禄带进营里 说是要用鞭子拷问他 以便知道他们为什么缘故这样喊叫反对他 当士兵用皮条将宝禄绑好时 宝禄向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 一个罗马人又没有被订罪 难道你们就可以鞭打他吗 百夫长听了 就来到千夫长前报告说 你可怎么办 这个人是罗马人 千夫长就前来问宝禄说 告诉我 你是罗马人吗 宝禄说 是 千夫长回答说 我用一大笔钱才够得这个公民权 宝禄说 我却生来就是 于是那些要拷问宝禄的人便立即离开他走了 千夫长一知道他是罗马人 又因为曾捆绑了他就害怕起来 第二天 千夫长愿意知道 宝禄为什么被犹太人控告的实情 就解开他 并命令司机长及全体公议会集合 随后将宝禄带下来 叫他站在他们面前